好 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出席 由捕获生命选主班的老爸老妈来上课 今天来到了6月12号 转业我们的这个学期 5、6月的学期呢 已经来到6月中了 那我们感谢我们的Zanson老师呢 继续陪伴我们的老爸老妈 那过去呢 我们在这个每个星期三的这个时间 在这个学期里面呢 Zanson老师曾经跟我们分享过 胃药是不是可以长期吃 那长期睡不好 睡不着又可以怎么办 今天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癌症药物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看到就是马来西亚呢 我们在2020年的这个癌症 这个病例 这个已经有接近49千的这个新癌症病例 那而且这个癌症病例会预计在2040年呢 翻新一倍 翻多一倍 那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 可能在这一生中会被诊断患有癌症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要跟着Zanson老师一起来关注 这里如果我们真的服用癌症药物 或者我们的亲朋好友正在服用癌症药物 他们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马上请出我们的药剂师Zanson老师来为我们讲解 有请Zanson老师 谢谢小薇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特题 是有关系到癌症 我相信讲到这个癌症 大家都有一点好像怕怕这样子 这个疾病 然后如果不幸的得到这个疾病的话 OK 可能就会有就是很凝重的那个想法 OK 但是OK 来我们因为这个癌症是所谓的绝症 很多人都是觉得这个我得到癌症 OK 就没办法了 OK 但是其实你去当我们了解更多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改变那个想法 所以今天我们的课题 去了解这个癌症的药物 应该要怎样注意 这个只不过是 一个了解癌症的其中的冰山一角 OK 来我们先从这里了解癌症的一些知识 今天的内容会包括了一些简单的癌症的治疗 包括了化疗放疗所带来的副作用 还有我们应该怎样去管理这些副作用 还有癌症患者有什么辅助的治疗呢 OK 今天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这几个大纲 这几个内容 当然癌症是一个很复杂的疾病 它的治疗各方面也是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了解的 OK 讲到癌症的治疗 基本上现在所知道的一些知识 它分为几类 当然有些可能我在这里没有列出来的话 也是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基本上它都是会大家所了解的 然后第一个就是化疗和放射性疗法 这一个是大家所比较容易去听到 或者是知道的一些类型的治疗 其他包括了急速免疫疗法和免疫疗法 OK 这个是比较近代的一些药物的疗法 也不算是很新的疗法了 OK 当然还有更新的疗法 只不过是这两个疗法是比较 比起化疗和放射性疗法是比较近代的 当然是手术切割那个肿瘤 OK 骨髓移植 还有个性化治疗 OK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OK 这个是比较现进的疗法 可能OK 只有一些比较现进的一些机构 可以做到的 就是一些关系到基因疗法的东西了 我知道你就没有跟大家加以地去解释 OK 今天我会跟大家注重在于比较普遍的化疗和放射性疗法 化疗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说过 化疗一定有它的副作用 为什么呢 OK 简单来说它是用一些药物来 OK 令到那个癌细胞死去 OK 当这些药物可以令到癌细胞死去的话 当然也有一定程度会令到健康的细胞死去 所以它都会带来很多不同种类的副作用 包括了什么呢 最基本的做了化疗过后 会感觉到疲累啊 过法啊 肾脏出现的一些问题啊 可能啊 情绪上的变化 体重下降 OK 敏抵抗能力下降的话 OK 它会出现容易感染啊 增加出血的风险 OK 就制造成了贫血啊 皮肤干燥 然后混淆脑雾之类 更普遍的包括了恶心啊 呕吐啊 便秘肤泻 OK 都有可能会出现 OK 当然 OK 因为死欲不振的话 OK 这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吞咽 导致了就是有困难 就是好像很难下咽 食物很难下咽 肌肉疼痛 OK 心意减退 生育的问题 这些都是一些普遍的化疗所造成的副作用 OK 但是很多时候 虽然是这么说 OK 我们不要因为怕这个副作用 而OK 就 就是错过了治疗的一些良好的一些 那个死机 OK 很多人都知道 OK 在 这个癌症的前期 是最好的治疗的时期 因为 当 那个癌症还没有恶化的时候 意思是说 当我们做这个化疗 所带来的副作用 OK 一定是会更少的 如果说是放射性治疗的话 OK 放射性治疗所带来的副作用 有什么呢 OK 包括了生殖器的疼痛 就是血液的减少 OK 血细胞的减少 OK 或变化 不只是减少 OK 减少或者是变化 OK 放射性疗法的地方会出现 OK 肿脏或者是疼痛的 然后膀胱的一些问题 可能会是一直想要小便 这样子之类的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都可能会出现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 OK 控制好这些化疗 所带来的副作用呢 OK 这里有基本的几个建议 OK 第一 就是少食做餐 OK 当虽然我们的食欲不正 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子 而不去进食 OK 缺少了所需要的养分 从食物释取的养生的话 可能 OK 那一个副作用 可能那一个 癌症的那一个影响 会更加的大 不要因为食欲不正 而不要去吃东西 一定要小食做餐 针灸可以舒缓一些疼痛的一些 副作用 一些冥想 OK 还有短暂的小睡 OK 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例如 OK 短距离的散步 OK 当有一些需求的话 记得 OK 要寻求帮助 OK 不要勉强自己去做一些 比较就是吃力的东西 使用美热的计划表 OK 就是包括了一天下来 我要做什么 做什么 这样子 健康的作息 剪短头发 OK 戴假发之类 尤其是一些人 对这些就是外表 有一定的要求的时候 OK 就这个化疗会带来的一些 心理上的影响 因为脱法 OK 这些都是可以去 帮助到的 剪短头发 或者带假发 抹一些乳液 因为皮肤干燥 遮盖 当我们外出的时候 记得要有一些 就是遮盖紫外线 或者是使用住行器 避免 就是因为 体罚而带来的一些 危险摔倒之类 OK 这些都是可以去 一一 当然还有更多更多 这里没有跟大家 列出来 都可以在生活上 做一些调整 去帮助快化疗过后 所带来的副作用的 不变 讲到一些药物的话 我们有什么药物或者是用品 可以去应对副作用所带来的影响呢 OK 这些 我所列出的 12345678的 东西都可以 有帮助到 副作用所带来的影响 第一 你可以背一些 抗耳心和呕吐的药物 包括了 这些 Domperidon Ecopride Maclozin Ondencitron 这些这样子 基本上的一些 抗呕吐的药物 都可以背在家里 以防 这个呕吐的副作用 当然我相信 做了化疗过后 医生也有可能 会去Prescribe出来 给做化疗的病人 口腔的健康 包括了 因为 很多的化疗过后 口腔会出现 容易出现 那个 痒色 会痒 OK 所以我们可以 背着一些 嘎钩 一些疏口水 它 经常的 去疏口 然后 也有 可能会令到 口腔很干燥 也可以 去找一些 保湿的 疏口水 市面上 可能比较普遍的 是 抗菌的 疏口水 保湿的 疏口水 会比较少 但是是有的 OK 这些保湿的 疏口水 和钢菌的 疏口水 或者是 喷雾 都可以 在法博士 可以找到的 只要 你跟 那个 店员 说 OK 你的用途 是在于 这些这样子的 因为有做化疗之类 所以 造成 这个口腔 溃疡 或者是要找 做一些 口腔 健康的 一些预防 他们都会去 跟你 一一的 去讲解 和介绍 止痛药 我相信 做了这个 化疗的 所带来的 副作用 就是肌肉疼痛 家里可以配一些 止痛药 当然 这些止痛药 也是有讲究的 也不 不可以随便的 乱用 一定是 要请教过 医师 医生 或者是 药剂师 要跟他们 讲解你的状况 如果是有 癌症的 病人 的话 要跟他讲解 你的状况 才可以使用 尤其是 肾有 就是已经有 不好的人 在选止痛药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OK 第四就是 一些抗腹泻 和抗便秘的药 OK 可以的话 就用 医生菌 如果 有需要的话 OK 就可以使用一些 药物 可以使用一些 抗腹泻 或者抗便秘的 一些 药物 OK 起码 为什么是 医生菌呢 因为医生菌 它是 不算是药物 OK 也是可以 被长期的 使用 OK 尤其是 有癌症的 病人 它可以 长期的 使用 调好 肠胃的 健康 刚才已经 有说到的 一些 moisturizer 可以保湿霜 保湿的乳液 可以避免 皮肤的干燥 然后 这些 抗贫血的 一些 维他命 或者是 一些 维生素 都可以 有帮助的 液酸 铁质 维生素 我相信 很多 医生 都会 叫 建议病人 当做着化疗的时候 都可以 去使用 这些 抗贫血的 一些 一些 supplement OK 一些 PPE 一些 个人的 防护 尤其是 出门的时候 记得 要戴 口罩 甚至 手套 OK 家里 可以放一些 放一个 空气 净化器 之类 等等的 都有 帮助到 就是 做化疗的 病人 去 预防 就是 恶毒的 感染 OK 因为 抵抗能力 下降 所以 这些 预防 是 提备的 尤其是 我们有去 人多的 地方 这个 Nutrition Beverage OK Meal Replacement 这个 营养的 饮料 代餐 如果 真的 不知道 要怎样 去 进食 或者是 进食 真的是 很有困难 的话 OK 都可以 选择 这些 营养的 饮料 来做 一个 代餐 OK 有专门 配置 给 癌症 病人的 这些 营养的 饮料 都 可以 去 选择 使用 OK 这里 我也是要 跟大家 分享的 我们什么时候 要 自电 或者是 要寻求 护理团队的 一些 咨询呢 OK 尤其是 有接触到 这个 那个 癌症 病人 或者是 OK 有 需要 帮助 有需要 帮助 护理 这些 癌症 病人的 一些 加速 都是 要 知道 这些 资讯 的话 OK 有什么时候 要寻求 医生 或者是 护理团队的 一些 咨询呢 包括了 如果你 需要 补充 药物 因为 化疗的 药物 有些 是 可以 带回家 使用的 OK 就是 长期的 使用的 当 不要等到 千万不要 等到 没 没 药 或者是 有出现 停药的 一些状况 因为药物不够 所以当 有 补充 药物的时候 一定是要去补充 一定要去找 护理团队 去做 咨询 OK 或者是去 Hospital 去医院 去补充 你的药物 或者是 或者是 其他人 不小心 服用了 癌症 患者的 药物 这个 也是一个 需要 去联系 你的 护理团队 OK 去告诉他们 接下来应该 是要怎么做 对 那个 化疗的 药物 过敏 这个也是 可能会出现的 状况 也是要需要 联系 护理团队 或者是 当 吃了这些药 的过后 不久 在 可能是在半小时 里面 OK 会 就是呕吐 呕出来了 OK 溢出来了 所以 我们 要怎么处理 基本上 千万 不要去 空手 这样子 去 抹掉 还是什么 一定 要去 戴 手套 OK 然后 去 戴 口罩 甚至 免罩 OK 去 一些防护 OK 去处理 尤其是 一些 护理人员 他们 就是 你的家属 照顾的 病人的一些家属 当 病人 在吃了药 过后 半小时 呕吐 那个药 出来过后 记得 在处理方面 要谨慎 因为这些药物 都是一些 毒素 比较高的 一些药物 就是 平常人 尽量 要少接触 接下来 就是 注射 的地方 有些是 就是 化疗 是 注射 OK 很多时候 就是有 注射 注射的地方 有发红 肿胀 当我们做 化疗过后 出现 发红 肿胀 的时候 或者是 疼痛的时候 也是要联系 你的医师 或鼓励 对 患者 如果 一些 患者 他 一开始 或者是 就是 化疗 做到一半 他 就是要 选择 不接受 治疗 OK 这个也是 可以跟医生 去做一个 了解 讨论 OK 病人的体温 发烧 突然间 发烧 OK 的话 也是要 联系 护理团队 OK 这几个 简单的 情况之下 我们 都是 要 需要 联系 护理团队 的话 OK 尤其是 一些 有 跟 药物 有关的 一些问题 来 这里 我也是 有 跟大家 分享一下 OK 一些 就是 辅助品 当然 这些 辅助品 它是 很多 是还在 做着 临床 的 实验 很多 还做着 临床 实验 癌症的 病人 是否 应该 去 使用 这些呢 OK 我自己的答案 是可以 只可以 跟大家 分享 这些 都是要 跟 就是 跟你的 组织 医生 去 说 可能 有些 组织 医生 他 会 让你 使用 可能 有些 组织 医生 因为 某种 情况下 他 不会 让你 使用 OK 所以 你都 使用 任何 这些 这样子的 东西 的时候 都要 跟你的 组织 医生 去了解 一下 是否 可以 使用 OK 当然 很多人 选择 自然 疗法 OK 这是个人的 选择 他不要选择 化疗 他选择 自然 疗法 当然 这些东西 都是 自然疗法 里面 所会 出现的 一些 一些 天然的 一些 疗法 的 一些 成分 OK 包括了 什么东西呢 OK 包括了 治疗 OK 如果 有些 你选择 自然 疗法 的话 当然 他是 会用 这些 维他命 E 维他命 C 就是 酱黄素 维他命 D 等等 的 之类 来做 治疗 当然 不是我们 所说的 就是 你去 法门西 买的 那些 维他命 C 去 使用的 他们 有 一定的 量 去 使用的 OK 当然 这 不是说 OK 他是 一个 正规的 疗法 因为 当然 这个是 就是 现金的 modern medicine OK 他是 没有 被承认的 但是 不是说 他是 不可能的 OK 他也有一些 癌症的 病人 通过这样子的 疗法 是 治愈的 所以 这个 癌症 所 疗 因为我们 在 现代的 知识 所了解到 癌症的 是 可能就 只有 病山 一脚 OK 所以 我这里 只可以 跟大家 说 这个 只是 一个 选择 和 一个 有可能的 一个 疗法 OK 如果 是治疗作用的话 有些人 也会 使用 这些 抗氧化的 一些 成分 包括了 也是 姜黄素 Vitamin E Vitamin C Vitamin D 之类的 高 抗氧化的 东西 但有些 主治医生 当他 在做 化疗的时候 他会 跟 就是 病人说 你停掉 你的 抗氧化的 那些 supplement 因为怕 影响到 化疗 OK 其实 这个 说法 是 没有一个 conclusion 因为 根据 临床的 实验 OK 基本上 是可以 被使用的 OK 但是 因为 很多时候 OK 这个 癌症的 情况 每个人 都不同 OK 如果 我这里 没有做出 很多的 建议 因为我也 不要给大家 有错误的 一些选择 OK 这是 根据 个人的 选择 我只是 可以 跟大家 分享 临床 临床实验 所说的 东西 临床实验 是说 OK 你可以 选择 OK 就是 在大部分 的 情况 之下 OK 它都不会 对化疗 有什么 影响 这是 临床的 实验 这是 大部分 的 情况 之下 OK 当然 OK 这是 取决于 你的 组织 如果你要 跟着你的 主治医生 来 做选择 的话 也是可以 如果主治医生 说 不可以 这样子 因为 很多时候 因为当 我们 当一个人 有癌症的时候 就是 对生命 有一定的危险 如果是 有什么 情况之下 可能 一些家属 或者是 一些 主治医生 都是 可能会说 就是你用了 这样子 这样子 就是你不要听 或者是 什么 因为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 说法 所以 我自己 也不要去 加以的 去给大家 更多的建议 我只是 跟大家分享 有这样子的 可能性 包括 免疫系统 调节 也是非常 重要 个人免疫系统 的调节 一些 维他命C 维他命D R 这些 都是 第一房 那个 化学的 预防 Chemocreative OK 就是 差不多和 这个治疗的 副作用 所带来的 影响 是差不多的 OK 好 这里我拿一个 简单的 比较普遍的 一个 例子 来跟大家 分享 OK 姜黄素 姜黄素 在临床上 它对 有很多的 癌症 有很多的 研究 包括了 胃癌 脑癌 乳癌 就是 软子宫癌 软草癌 口腔 各式各样的 癌症 OK 它都有一定的 临床的实验 OK 都有一定的 帮助 当然 我这里 不是在建议你 OK 当你有癌症的时候 你就是去这个 你不用去 做别的东西 不是这样子 这个只不过是 其中的一个 辅助的选择 我这里会是用 辅助 OK 不是主要的选择 暂时 还是不是主要的选择 OK 为什么 这个姜黄素 它可以 OK 有对癌症 有帮助呢 OK 第一 它可以干扰 那个癌症的 肝细胞 人有 人的 正常的 肝细胞 癌症 也有 癌症的 肝细胞 的 OK 癌症的肝细胞 是做什么的呢 OK 它 就是叫 那个 癌症 建立自己的 癌细胞 OK 如果我们 人的 正常的 肝细胞 是做什么 它是做正常的工作 就是叫 我们身体建立 正常的健康的细胞 但是这个癌症的肝细胞 去做一些不正常的工作 就是 它去建立 它的 癌细胞 OK 所以这个 正常的肝细胞 都是会有 干扰 这个 肝细胞 让它不要去 建立 这个 不正常的 癌细胞 第二 它是会 使到 那个 癌细胞 有 掉 网 就是有一点像 chemotherapy 有些 像化疗 这样子 OK 但是它就没有 就是 化疗的一些作用 包括其他的 转移和血管的生成 就是 它去 干扰 癌症 癌细胞的 一些 系统 OK 就是 不要给它 简单来说 不要给它去 建立它自己的 系统 建立它自己的 血管 之类的 OK 所以如果 癌细胞 它没有 自己的血管的话 它就没有 办法的 去 增加 OK 接下来 就是 这个 它有 很大的 抗 预防 那个 inflammation OK 减少 身体的 发炎 这个就是 NFKB 的 这个 也不用理它 这个是比较 学术性的 就简单来说 它就是 减低我们身体的发炎 当我们的身体的炎症 下降的时候 OK 这样子 癌细胞就没有一个 很好的环境去 增生 因为癌细胞 它是很喜欢 就是 发炎的体质 当一个人的体质 很发炎的话 OK 这样子 它就会 癌细胞就 更容易的 生长 OK 好 今天我跟大家 分享到这里 OK 当然还有很多 其他 像 对癌症的一些 相关的知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 没有办法 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谢谢 谢谢 真诚老师 今天的分享 那我们其实 还是会有 很长期的 这个老爸老妈课 我们还是会有时间 可以 邀请 我们的真诚老师 只要老师的时间 OK 我们都会邀请老师 继续上来 给我们大家 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非常感谢 感谢 真诚老师 长期来陪伴 我们的老爸老妈 我们也非常感谢 就是 面子说的朋友 还有Zoom讲坛的 老爸老妈的参与 那我们在这边 也再次谢谢 波神明学员的 这个基金会的 大力支持 也谢谢 新洲日报 意识力的 联合直播 还有就是 新济原乐林 管理学员的 这个联合直播 我们都非常的感恩 那就是有觉得 今天老爸老妈的 我们今天 我们老师的 这个PPT的内容 也适合 各位老爸老妈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 到我们的 不获面子书去 转达这场直播 到您个人的 面子书去 让我们大家 一起来扩大 这个活到老 学到老的 这样的一个氛围 让我们更多 有缘的朋友 可以一起投入 我们就是 终身学习的 这个行列 我们大家 一起来加油了 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同样的时间 星期三 我们继续来关注 我们的这个 营养的这个部分 那下星期三呢 我们会有 来自台湾 树科 树德科技大学 社工系的 徐国庆主任 还有中意 进社工师呢 来跟我们分享 即上一次 分享了 就是我们在 5月8号 分享了 怎么样照顾 轻度失智症 患者之后呢 我们6月20号 就下星期三 我们要来学习 怎么来照顾 中 重度 中度跟重度 失智症患者的 这个注意事项 那我们下星期三 同样的是 再继续加油了 明天星期四 我们继续会跟着 陆婷一医师呢 来关注 这个6月份 我们要关注的 骨质疏松 这个世界性大病问题 那明天 我们要来一起了解 到底骨质疏松 是不是可以逆转呢 明天同样的时间 早上9点半 我们继续守着 好 那我们在这边 再一次谢谢 曾圣老师 我们现在先结束 明子书的直播 我们要进入 Zoom讲坛的 交流时光